嘯嘯嘯嘯嘯嘯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好朋友小熊绅士 对不对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画这么一个 突破了次元壁的时尚小姐姐 对不对 这个小姐姐呢 又酸又甜又辣 小熊我就一直有在强调 当你学会了画画之后呢 尤其是当你去画一些小萌萌啊 小姐姐啊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运用这个画画的技巧 你就能学会化妆 对不对 这个画画呢 和这个化妆啊 它在一定程度上 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说 当你学会画画之后呢 你周围的人 就会自然而然的 觉得你变漂亮了很多 对不对 随着咱们扯了一会儿闲天 咱们这个草稿呢 也就画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给这个小萌萌 画上一套华丽的妆 咱们呢准备一下画具 这个毛笔 颜料 神圣的水 对不对 都得来一点 首先呢 咱们给这个小姐姐脸上呢 先铺上一层底色 这个底色是什么意思呢 就可以理解成化妆里面的 铺个底儿 对不对 铺个粉底 这时候可能就有小伙伴 人物就要问了 人物就要发弹幕了 发什么呢 就会发 哎小熊呀 那时尚的眼妆怎么画呀 咱们顺着眼睛周围呢 画上一圈眼影 鼻子两边呢 打上一层小阴影 然后 大体的效果呢 就出来了 接着呢 给着小姐姐戴上两颗闪亮亮的大美瞳 对不对 一瞬间这个眼睛就有神了 再给它贴上个四米长的大睫毛 楚楚动人的眼睛 是不是瞬间的感觉就出来了 画眼睛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啊 要把它理解成两个玻璃担子 这样的话呢 你在画的时候 你就一层一层的去画 这样 它底下的颜色慢慢透上来 再慢慢透上来 一层一层透上来之后呢 就会比较有这种通透的透明感 看起来就比较漂亮一点 眉毛呢 就给它来一个韩式半永久 然后再给它画上两颗漂亮的美人质 然后嘴唇呢 就很简单 嘴唇就给它涂一个展男色口红 稍微的给它来一点咬唇霜 这个妆面呢 就差不多出来行了 为了让这个小姐姐更加闪亮一点 我给它带这个脸的周围呢 画上了密密麻麻的一些小星星 对不对 这小星星闪闪发光 一颗一颗亮晶晶 非常非常的漂亮 能够凸显这个美女的 闪亮十足 都在闪的都发光了 这时候呢 小伙伴们可能就会问 哎 小熊呀 怎么有这么多小星星呀 看到这么多小星星 我就想起了 著名的收藏按钮 提到收藏按钮 我就想起了一键三连 嗯 我没有在暗示你们 我在明示你们 在这里呢 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技巧 就是如何画这种人物画的时候 让皮肤呀 让五官呀 让头发呀 保持一种通透的感觉 其实这个完全取决于 对于水量的控制 对不对 一般来说 就是想画出比较透明的 比较自然的感觉 水量一般要控制在 八比二左右 就是两份的颜料 和八份的水 这样调节出来的颜色呢 既不会太浓 也不会太干 而且还能保持一定的透明感 为了衬托出这个小星星的亮 和人物的闪闪发光呢 我就在背景呢 刷了一层深蓝到黑的一个渐变 这样的话呢 通过对比的加强 能够让前面的人物啊 包括小星星啊 更加的发亮 对不对 再给这个小美女呢 给她做个美甲 来个星空见变 星星甲 对不对 这一套美甲下来 最起码299 那么眼看这个人物呢 就快要画完了 这时候可能就有小伙伴 忍不住要问了 忍不住呢 就要发弹幕了 发什么呢 就会发 哎小熊呀 你为什么画了一个柠檬啊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大家有注意到 在屏幕的左边 小熊我掏出了一个神秘的瓶子 大家看着眼熟吧 没错 这就是麦克斯 嗨宁鸡尾酒的logo 这个呢 就是柠檬汁和福特加融合的一个酸甜口的鸡尾酒 对不对 不过啊 未成年人可不能喝酒哦 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个鸡尾酒呢 是因为百威公司旗下的这个麦克斯 嗨宁鸡尾酒 办了一个脑洞大开的绘画比赛 比赛的形式呢 就是以这个 他们这个logo的柠檬图案为模板 大家呢 可以半开脑洞 进行创作 非常非常好玩 奖品也特别的丰厚 小熊我呢 就当是给大家打一个样了 对不对 然后大家呢 也可以根据这种形式去参加一下 去体验体验 然后开阔一下自己的思路 也是挺不错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我画的 突破了次元壁的 时尚靓女 柠檬小姐姐了 是不是让你回讲起了 曾经眼中的那份酸 曾经体会的那份甜 和曾经远看着她的那份辣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祝大家早安 午安 加晚安 拜拜